中国大陆发生人感染H10N3 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例 当地政府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监测 并没有发现异状 而目前感染的这名男性患者 状况也已经稳定下来 中国大陆的专家评估 这是偶发性传染的个案 造成大流行的可能性相当低 中国大陆江苏省传出一起 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一名41岁的男性患者 4月23号发烧病情加重 5天后入院治疗 5月28号相关单位 对患者监体进行DNA测序后 判定男子感染了H10N3禽流感病毒 中国卫健委表示 这是首次有人类感染这个病毒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 江苏省发现一例人感染 H10N3禽流感病例 5月28号中国疾控中心 对患者标本开展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结果被H10N3病毒阳性 江苏省政府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 也在当地实施紧急监测 表示没有发现异常 目前感染的男性患者状况稳定 根据官媒表示达到出院标准 此次疫情为一次 勇发的群到人的跨种属传播 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风险极低 专家表示过去全球 从未见过H10N3人类病例 而且H10N3为低病毒性禽流感病毒 发生大流行风险很低 另外秋冬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 台湾不用太过担心 不过专家还是建议避免接触活青 注意饮食卫生 若出现发烧及呼吸道症状 要尽快就医 综合报道